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名正言顺的女皇帝 武则天厉害 武则天聪明 武则天霸气 武则天就是大唐历史上开的最繁盛的那朵牡丹花 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有后来这样的成就 最应该感谢的便是他的两任丈夫了 他的第一任丈夫是亲骨一帝唐太宗李世民 第二任丈夫是唐高宗李治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当年武则天嫁给李世民之后 同他一起生活了13年 却没有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可在隔了李治后 他却接连生下了6个孩子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武则天的身世背景非常强大 因为他的父亲曾在李渊打天下的时候帮过他 所以李渊登基为帝后 武则天的父亲便以开国功臣的身份 在宫里做起了高官 在武则天14岁的时候 他便被家人送进了宫 服侍李世民了 看着年轻貌美的武则天 李世民开心不已 当时便给他赐了个名 叫五妹 五妹娘就是这么得来的 史书并没有怎么记载武则天在唐太宗年间的生活 正史中记载的 仅有武则天晚年时对二人相处的口述 武则天说 有一年他跟着李世民一起外出 李世民向他讲起了自己的爱马 李世民说 两人面前的那匹马非常的任性 没有人能够驯服他 听了李世民的话 武则天有些不服 他说 我能够制服他 但需要三样东西 一样是铁鞭 一样是铁棍 还有一样是匕首 我会先用铁鞭抽打他 如果他不服气的话 我就会用铁棍去敲击他的脑袋 要是他还不服 我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管 还非常开心的夸赞武则天有志气 虽说武则天的性格极为果敢且特殊 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年迈的李世民的喜爱 虽说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 但是史书对他嫁给李世民后的记载却并不多 由此可见 那时的武则天并不怎么受李世民的喜爱 武则天真正发迹 是在太子李治登基之后 那武则天究竟是怎样和太子勾搭上的 他又为何会为太子生下六个孩子之多呢 李世民是一个极其风流的皇帝 他的身边有不少的嫔妃 对于他来说武则天虽然貌美 但是并不足以令他驻足 这也就解释了武则天为何没有为李世民诞下子嗣了 因为他就没有怎么在李世民身边试过情 李世民驾崩之后 武则天被送到了尼古安 武则天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像他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甘心在尼古安度过自己的一生呢 早在李世民将死之时 武则天便生出了别的心思 秘密勾搭上了当朝太子李治 武则天进宫得早 且年龄又很小 他跟李治相识的时候 二人只差四岁 像李治那样在下崖塔中的太平天子 又怎么可能会是心机深重的武则天的对手呢 没过多久 他就被武则天迷得神魂颠倒了 武则天去到感业寺当尼古后 便一直在秘密给皇帝送信 这位少年天子也因思念自己的爱人 偷偷跑出了宫 撕毁起了武则天 一来二去 武则天就这样怀上了龙肿 为了给自己的儿子一个名分 武则天在李治面前耍起了心机 让他把自己带回了宫 刚开始进宫的时候 武则天并没有暴露出自己的锋芒 他毕恭毕敬地跑到了王皇后身边贴身服侍 直到他羽翼丰满之时 他才露出了自己的爪牙 联合朝政废掉了王皇后 摇身一变坐上了皇后之位 武则天能够从一众男子中脱颖而出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位女皇帝 他的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虽说当年跟在李世民身边的时候 他不怎么受丑 可是跟了李治之后 他却不遗余力地向上爬了起来 武则天甚至在后宫中生活 必须要有孩子做保障 所以他也一心服侍起了李治 并为他生下了六个孩子之多 后来李治去世后 武则天便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皇帝之位 因为武则天的儿子实在是有些不合他的心意 所以武则天还做出了许多次费力皇帝之事 从表面上看 坐在皇位的是李家的人 可实际上上至天下已经是武则天 说了算了 再出元年 官员百姓倒是跑到了武则天面前 请求他改国号为州 登记为帝 早就想做皇帝的武则天 顺势答应了他们 并于九月九日大赦天下 改唐为州 将国都定在了洛阳 至此他成为了天下真正的霸主 其实对于武则天这样的女人来说 亲情和爱情都没有那么重要 他所在意的从来都是权利 他之所以没有在李世民在世之时生下孩子 是因为当时的时局不允许他这么做 若是李世民当年也像李治宠爱武则天那样宠爱他的话 那或许历史就要改写了 好 好